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峡谷险峻 我们是不是应该避而行之 她是逆流而上的团籍 微积分是大学校园的第一道门槛 有多少同学认为微积分学习比较困难啊 举一下手 她是面对未知的迷茫 她是击破番离的较量 明天我们就要第一次真正上场打比赛了 现在来讲三点 首先 每个队友向上 春夏申来 行圣鱼言 战国自己飞行 做得了鱼工 便 移得了山 必无可避 如果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这一代人解决 难道还要留给下一代人吗 诶 师弟 我不是在左拳驻村吗 可能派两支社会实践支队过了 咱们青蛙的师生 跟这边的孩子们做一些互动 也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 我们要相信训练的力量 加油 健康 加油 我们要相信同步的力量 我们要相信集体的力量 大家有没有训练 大家有没有训练 就这样 咬定目标 目里不停 只争朝夕 接下来 开空 我们留个练习房子吧 好的 有啥问题呢 你随时的线上联系 好 你看这件情况要是 明明保证不成的 交婚人徒之前 保留一部分的练习 不开往 保证压力的这种 结理不松散 接下来 就这样 迎方雪 跨高坎 见星辰 茶饮转手 士气速尽 不破不地 人间合一 再来 再来 刚才这个同学给出的解答 思路有特别清晰 同学们继续讨论 明天我们课堂上见 就这样 一刨土 一块石 聚沙成塔 就这样 移山始见新天地 踏平前路 再出发 你怎么来了 我帮你拿东西 十六六孙 十六六孙 十四孙孙 无穷未也 而山路扎针 何故而不平 好 同学们 我们扫码进去 今天我把北京的三个两车起过来 专门给大家知道怎么画画 大家欢迎 欢迎 欢迎 再来 再来 清华 加油 清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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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位同学 愿意上台来 剪一下这道题目呀 只要有于公一山的志气 滴水穿石的毅力 脚踏实地 埋口苦干 踢腿部 以及千米 这一定能够把 同伟目标 变为美好现实 奋斗永无止境 上下同欲者胜 时代 终会给一山者 答案 第一个人 三个人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